第一次对伊斯兰世界感兴趣是在两年前讲安史之乱的时候 唐帝国经历开源之治 国力民力财力军力达到鼎盛 一路金吞蚕食 国土越来越大 向西征伐的唐军主力 由安息节度是高先知率领 灭掉了西域一众小国之后 于继续西境控制整个丝绸之路的商道 但是不久就迎头撞上同样处于极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不久就造就了阿拉伯帝国 它从红海东岸的绿洲崛起 向北击败了东罗马帝国的军队 还将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直接灭掉 而后禁军北非打下了一个巨大的僵徒 看看现在中东中亚以及北非充斥的穆斯林 就能明白这个大帝国对现实的影响 回到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交锋的时代 双方的战斗你来我往互有胜负 谁也没能往前退战线 就此大中国化进程在中亚的推进停止了 外部矛盾多年后转化成了内部矛盾 党争出现 最终导致安禄山反叛 一场暗史直乱留下了不少千古诗词的同时 也带走了中原近三千万人口 以及开放的中原大帝 但是按理说 此时内部出现问题不就该外族入侵了吗 但是唐帝国依然在风雨飘摇之中坚持了上百年 最后还是自己分裂的 这是因为大唐出问题的时候 阿拉伯帝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 腐败导致暴乱四起 各个地区纷纷开始闹独立 从此一蹶不振 逐渐将帝国分裂 中华大帝后来还经历了诸多的起起落落 但这个阿拉伯世界就此却是一直落落落落 虽然后来又有奥斯曼托尔西帝国的崛起 奄奄一息的罗马被其所灭 但那基本上算是突厥人的事情了 而且其领土和影响力 完全不是之前阿拉伯帝国时期的规模 现在人们将它定义为军事帝国 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命运 看起来也是如此的巧合 兴盛时一起兴盛 亲腿时同时亲腿 而且阿拉伯帝国还从此消失了 虽然它留下了一个世界第二大宗教 但是与之相应的国家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里看似巧合 实际上是有很强的因果关系的 中华的灾难同时断送了阿拉伯帝国的根基 这也是最近读伊斯兰的历史时发现的 具体说说吧 上期节目主要展现了 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的时代背景 简单回顾一下 人类长途旅行 以及初步远洋航行的能力已经具备 生产力的提高也有了可以交换的商品 中西方生产力的发展也让中西贸易可以产生巨额利益 而利益引发了中亚商路上的帝国战争 主要是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这两个大国围绕贸易控制权的争霸 结果这俩半斤八两实力相当 战争打成了矿日持久的拉锯战 中亚的商路被这俩彻底破坏 商人们为了能更安全的实现东西国际贸易 只好绕路 走地中海 埃及 红海 阿拉伯半岛 波斯湾这条路 然后到达东亚 虽说是商路 但并不是所有商人都要走完全程 大部分的贸易都是商人的接力 比如部分商人要负责埃及到卖家的后务流通 后务卖给卖家人之后 卖家的商队又跨过阿拉伯半岛 然后卖给波斯商人运过波斯湾 最后波斯人完成和东亚的贸易 所以古代商路上所有商人都能赚差价 逐渐富裕起来 而阿拉伯半岛是埃及 叙利亚 波斯湾以及印度洋的中间地带 旧商路走不通 这里就成了世界贸易中心 穆罕默德显然是新时代新兴商人阶级的代表 打破这里旧部族势力的权威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就成了他们迫切的需要 但是制度建立需要国家和军队 而国家形成需要人民有共同的信念与国家认同 信念的建立需要故事 而故事的蓝本 千百年前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可以提供 穆罕默德只要写续集就行了 于是他自称上帝派来了最后一位先知 用半辈子的时间一直口述真主交给他的古兰经 给阿拉伯半岛带来一个可以和现实连接的元宇宙 古兰经理当然着重强调了对神的敬畏 但还有大量的篇幅用在规定商业自由 契约精神 鼓励投资 禁止索取利息 财富由劳动创造 禁止财富自由 甚至与我们现在对伊斯兰世界主观印象相反的是 古兰经和圣讯中为了服务商业发展 是很强调人权的 甚至一再声明男女地位在神面前的平等 伊斯兰教让女性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 毕竟穆圣就是靠女人上位的哈 这在当时绝对是拥有极强的进步意义的 所以在被麦加退行多神教的贵族迫害屠杀之后 穆圣和他的追随者来到内战之后 百废待兴的麦迪纳时 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穆圣说古兰经里有神要求穆斯林缴纳天科税 来接济穷人的要求 生活潦倒的麦迪纳人获得好处 穆罕默德统治这里的合法性就得到了巩固 随即建立政权 并用和平条约麦迪纳宪章与周边部落 甚至是犹太人的部落建立了联盟 穆罕默德的力量从零组建起来了 因为他炫扬的教义符合大多数商人团体的利益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伊斯兰教 天科是根据入教人的财产的大约4%交税的 商人普遍都是有资产的 比如房子和羊群 所以收上来的税也是很可观的 有了钱就有了军队 可以和麦加以前迫害他们的贵族对质了 一神教信仰的团结性结合 古兰境对人性的相对解放 以及对商人的利好 以麦加为根据地的穆斯林势力 在阿拉伯半岛逐渐壮大 麦迪纳被建成要塞 开始对麦加展开军事打击 从最开始几百人的袭扰 逐渐变成了上万人的军事行动 虽然前前后后拉锯战争也有险情 但均被化解 之前曾试图刺杀穆罕默德的贵族领袖之一 奥马尔哈塔布 被家人感化皈依伊斯兰教 并带领大量麦加人来到麦迪纳 自己也成为穆罕默德的两大顾问之一 这与世界也成为两地战争的转折点 经过八年时间的斗争 麦迪纳最终战胜麦加 拿下了这个阿拉伯半岛最大的城市 628年 穆罕默德回到麦加建立政权 虽然穆罕默德没有强制要求麦加人归伊斯兰 但非穆斯林要纳更多的税 所以还是有许多人主动入教了 随后 麦加原来所有的多神教神庙被拆毁 穆罕默德也宣布麦加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 随后规定穆斯林将朝拜的方向从耶路撒冷改向麦加 并把一块黑色岩石当作真主降下的圣物放在麦加 让该地成为穆斯林朝敬的中心 以经商为基础产业的麦加地区 当然还得与周围部落王国进行商业互动 为了控制并规范阿拉伯半岛的商业环境 伊斯兰教的势力开始扩张 半岛上的小部落大多直接归降 虽然与东罗马基督教控制的也门发生过战争 但很快被用各种方法吞并 毕竟商业秩序这一最具感染力的制度 可以感化所有以经商为生的人民 632年 整个阿拉伯半岛被伊斯兰教统一 阿拉伯帝国就此诞生 同年穆罕默德完成了他第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朝圣 领导他的追随者举行盛大仪式 被誉为告别朝禁 穆罕默德劝信中不一定要遵循古阿拉伯习俗 阿拉伯没有优越于非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人也不优于非阿拉伯人 显然穆罕默德已经看到了 将来帝国要管理众多民族 已经在为防止民族矛盾打下基础 此时穆圣口述的古兰金中也出现了 不强迫任何异教徒皈依伊斯兰教 但同时古兰金中也出现了新的税制制度 田税人头税商人的关税个人所得税 五分之一战利品税纷纷出现 有意思的点就在于除了战利品税 这些税都是针对非穆斯林的 而穆斯林只用交纳战利品税和天科 天科刚才说了 根据个人财富算 有点像现在要退型的房产税 差别的税收自然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入教 在战争过程中 商业立国的阿拉伯帝国 也不会完全切断敌国的贸易 而是向敌国的商人收取更多的商业税和关税 这可以理解为经济制裁 在小国部落阶段 中亚大多数国家人民都是以经商为主 而阿拉伯人把控重要的商路节点 这让极大的差别商业税 直接能策反敌国的人民 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之势此时已经不可阻挡 632年6月8日 也就是告别朝近几个月后 穆罕默德去世 因为权威的突然确实 阿拉伯帝国出现短暂分裂 但因为区域制度优势已经确立 穆圣的岳父之一 也是穆罕默德的好友福臣 阿布伯克尔被推选为真主使者继承人 也就是他们说的哈里发 在他的领导下 叛教的部落重新回到了信徒的行列 阿拉伯半岛恢复了统一 然而没有远律必有近优 阿拉伯的领导者也明确知道 帝国的崛起源于商路的改变 一旦北方那两个大国 决出过雌雄或者签订和平条约了 原来的商路恢复了 阿拉伯这边就没什么戏场了 帝国绝对会崩溃 解决办法就是北伐 直接参与到商路控制权的角逐中 634年 正当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 因为长期相互征伐 国力损耗人心厌战之际 第一任哈里发去世 奥马尔一世 就是之前叛降穆罕默德的那个贵族领袖 当选第二任哈里发 成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的继承人 当选后立刻率领穆斯林的军队进入叙利亚地区 接连几次战役击败东罗马帝国军队 636年攻陷大马士哥 两年后进军耶路撒冷 当东罗马帝国撤回小亚西亚半岛之后 继而兵分东西两路展开全面进攻 东线直接攻破波斯军队防线 占领了现在的伊拉克和伊朗大部地区 西线继续连败基督教势力 顺势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 644年 奥马尔被一名信仰基督教的波斯奴隶刺杀 但依然没能阻挡阿拉伯向波斯的进军 第三任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女婿之一 也是穆罕默德最初的战友奥斯曼 他继续率领穆斯林的军队成圣追击 直接打进了波斯帝国的首都 经历过千年兴衰的波斯帝国就此彻底被灭 原来统治中东地区上千年的多神宗教拜火教从此消失 帝国的西线大郡则继续向北非扩张 打到利比亚 此时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初见盛世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诞生有很大不同 其他教派的诞生最开始都是给人们心灵上的抚慰 给苦难生活一些希望 起初和政治没有关系 被政治家国王领主如何利用那都是后来的事情 也就是先有国家 然后国家利用宗教这种软件 让组成国家的硬件人民运转起来 但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更像是在还没有国家的时候 为商人阶级获取利益而诞生的一部宪法 融入了宗教信仰元素的宪法 在规定生活秩序的同时 还承担了将人们区分为我们和别人的功能 这是国家认同的根本 也就是穆罕默德先创造了国家运行需要的软件 然后用软件感染硬件 让硬件主动来兼容 这种对商业秩序的维护 必然被后人称为神对人民的启示 让人们在现实也能受到神降下的福音 三人是乎 说的人多了 管他有没有办法证明 随大刘总没风险 况且给自己安装这个软件还能从中获利 如此一来真相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 古兰经绝对是穆罕默德毕生智慧的总结 但是为了防止出现基督教 因为对神耶稣关系理不清而出现分裂的问题 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凡人 没有神性 以至于我最近找素材的时候 一个穆罕默德正脸的影视素材都没有 都被这样尴尬的掠去 这不是在玩神秘也没有什么不可亵渎 因为他想让后世的穆斯林只崇拜真主 不要崇拜他本人 所以后世的穆斯林没有给穆罕默德任何形象 所以就害惨了做视频的人 不过他虽然嘴上强调古兰经不是自己的智慧 他是真主的智慧给人的教导 自己只是转发传送出来而已 但他自己未来能在古兰经里添加内容 一直禁止将古兰经写在纸上 所有古兰经的内容均为穆罕默德的口述 毕竟最开始建立信仰的时候 后来笼络人心需要商业制度 建立帝国需要税收财政政策 还需要根据明清对婚姻法等法律细节做出明确规定 不同阶段不同规定肯定不是一开始就能预见的 所以古兰经在穆罕默德生前 一直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向人们普及 穆罕默德也能做出灵活调整 把神的话写出来可就板上钉钉不能修改了 直到穆罕默德这个最后一位先知死后 人们才将古兰经编转成策 但是问题也在穆罕默德死后出现了 穆罕默德晚年时帝国已经被建立起来且奠定了迅猛发展之势 为了防止后人篡改内容 就说古兰经的内容已经被他口述完了 也让不少人反复背诵 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后面有人像他一样 也自称先知建立交派颠覆政权 穆胜说自己是上帝派下来的最后一位先知 还预言了他死后会有30个冒充先知的人出现 他应该是认为将制度锁死就会让帝国一直稳定下去 不会出现内部问题 可是人类对权利以及利益的争夺从来都不是什么神谕和信仰能杜绝的 在穆胜去世以后 因为穆罕默德自己没有指定继承人 也说自己没有神性 所以他的后代也都是普通人 伊斯兰教内部因为谁来领导发生分歧 而且穆胜虽然前前后后有23个妻子 但居然一个活到成年的儿子都没有 全部在幼年夭折 穆胜所在的家族叫哈希摩家族 最开始支持他的当然是他家族的人 也是追随他去麦蒂娜的主要力量 一开始迫害穆斯林的是以沃玛亚家族为首的麦家贵族 只是后来大量像奥马尔这样的沃玛亚家族的人叛变支持穆胜了 这也是穆罕默德夺取政权的主要原因 当前有亲缘关系 且出自穆胜所在的哈希姆家族 同时也有些实力和功劳的 只有他的女婿之一阿里塔利布 但是在穆胜死后 阿拉布帝国可能瓦解分裂的危机下 还是让更有能力更有权威的牧圣的岳父阿布博尔克当上第一任哈里发 直到第三任哈里发 奥斯曼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之际 原来穆罕默德的家族哈希姆家族就不高兴了 因为前三任哈里发竟然都是曾经与穆罕默德作对的沃玛亚家族的人 哈希姆家族认为 陌生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是同为女婿和自家人的阿里 随后这个哈希姆家族的后裔建立了延续到现在的实业派 而当时继续拥护沃玛亚家奥斯曼统治的集团成为逊尼派 双方的党争逐渐变成暴力冲突 656年 奥斯曼被已经突然出现了刺客集团刺杀 阿里强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 但是逊尼派拒不承认他的合法地位 理由是穆盛自己说自己没有神性 其继承权和血统没有关系 哈里发就应该被选举产生 其实因为沃玛亚家族的人多 选举对他们家有利 双方在卖家展开内战 僵持不下 斯曼的外甥穆阿维叶率军杀回卖家 阿里被迫下台 下台后不久就被杀了 穆罕默德的本家也就是哈西姆家族 被穆阿维叶的大军血血 屠杀殆尽 可以说真正的实验派在那时已被剿灭 公元661年 这个沃玛亚家族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继位哈里发 以他任总督时期的叙利亚大马士革为首都 建立了沃玛亚王朝 自此 伊斯兰教领袖的选举时代结束 进入世袭时代 因为商路上的贸易依旧繁荣 沃玛亚王朝的阿拉伯帝国实力依旧在增加 国内问题稳定之后 迎来了第二波扩张期 在东线 阿拉伯军队入兴中亚 占领喀布尔 布哈拉 萨马尔罕和花辣子摩等广大地区 直至帕米尔高原 最终以大唐帝国接触并开始对峙 西线 虽然三次围攻东罗马帝国首都军事坦丁堡失败 但其军队依然在地中海和北非势如破竹 不仅占领了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 直到摩洛哥在内的全部北非地区 711年 穆斯林军队直接跨过直布罗托海峡 攻入现在的西班牙 消灭西哥特王国之后 阿拉伯人翻过比利牛斯山脉 攻入了西欧的法兰克王国 732年 阿拉伯人在土耳战役中失利 才停止了向西欧内陆的进攻 不过他们在意大利半岛和法国的地中海沿岸 仍然频频得手 到八世纪中叶的沃马亚王朝后期 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西陵大西洋 东至印度河 成了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面积达到1340万平方公里 统治的人口达到3400万 但是穆圣继承权魔咒在750年再次降临 按理说百年前的血统文怨 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消化了 而且沃马亚王朝早就将穆圣的 哈希姆家族屠杀殆尽 但是新时代权力的争夺 依然可以借用过去神圣的理由 只要想推翻现任领导者的统治 那就都可以用牧圣血统问题作为借口 对现任统治者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联合各部势力自称实业派 向统治权发起挑战 747年 阿布阿巴斯自称是先知莫哈莫德叔父的后代 集合帝国后期被齐押的各个边缘民族组成联军 三年时间击败了沃马亚家的军队 夺取政权 建立了阿巴斯王朝 最后在优法拉里和河畔建立了新都巴格达 同样的王朝初起 沃马亚家族被屠杀灭门 阿拉伯帝国最初在麦加和麦迪纳时期的恩怨双方 也是创建伊斯兰教的主要人群 在此时全部被灭中 正当伊斯兰世界权力结构再次洗牌 准备和平发展的时候 大唐帝国755年爆发安史之乱 东方这个巨大的经济体 没有消费中亚和西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了 中西贸易中断的影响 大约50年后的9世纪初传遍了整个中亚地区 以商业为基础立国的阿拉伯帝国被福利抽新了 且安史周乱之后 中国北方出现了翻证割据的局面 各部势力开始相互征战 百姓为了躲避战火 导致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关中地区开始向东南迁移 这就是课本上说的经济中心难移 中亚的商路不再具有距离上的优势 加上世界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 西方的商品直接走海陆到达中国东南沿海 没有了商业基础 中东各个地区不同的民族也就没有继续服从一个伊斯兰中央帝国统治的意愿了 毕竟服从你伊斯兰教的教义在利益上是为了方便做生意 现在生意没得做了 我长得和你们阿拉伯人也不一样 我是突厥人 我是波斯人 我是贝努英人 我是埃及人 之前的国家认同没了 所以我们要自己过自己的 各地独立运动四起 十世纪后 这个阿拉伯帝国就民存实亡了 政令不出巴格达 一直被阿拉伯人压制的东罗马帝国再次入侵中亚 而且号召西欧增援 欧洲同样为了解决东西贸易萎缩引起的矛盾 于是将祸水东营 借口欧洲的问题都是因为基督教的圣诚耶路撒冷被穆斯林一教徒占领导致的 而且此时欧洲人也知道阿拉伯帝国已经分裂 不再有之前强大的实力 于是响应东罗马帝国的号召 打着上帝旗号来到中东掠夺土地与财富 史称十字军东征 200年与西方的战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耗尽了伊斯兰世界的最后气力 再无复兴可能 十字军的野蛮性表现在连将他们号召过来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洗劫了 阴差阳赫促成了后来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被唐军打败的西图爵塞尔助人西签来到叙利亚 对阿拉伯人雇佣对抗十字军 最后这只雇佣军反射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随后变成奥斯曼帝国 接下来的故事以及伊斯兰世界现在的局面 后面再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